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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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市传低位7.5元 然后上去7.6元 打横行 扎幅横行 资金正主动卖出560多万 占1.51% 历史波幅高行生指数 69厘多 图表 6186 6186 中国飞航 前日一支长生区 叫大阴烛 昨日在低位置企稳少少 严格来说 身为六甲利好主要形态 因为这里有持续跌浪 但当然不够持续这么久 7.34的关口 支持未失守 前日最低只见过7.36 也是高低脚一样 跟刚才的情况一样 最高是见过8.74 最高见过8.74 这个就是颈线 高低脚的颈线 升得上去就是ABC 又是这样量度 大家也可以量度 这个有点不同 这个量度 应该由11.68 这个高位量度 量度到7.34 反弹上去0.32 0.5 0.618 为何不是由这个量度 跟刚才的高位量度 因为这里很明显下了一下 弹上来很明显再下 我怕它是1 2 3 4 5 所以根据波浪理论 这个低位1的底 是10 个优4 就不可以被升约 所以应该由2的顶档 就是刚才提到的 11.68 好 指标呢 都是出了一个SL 极点 低位前日是7.36 分析方法一样 就是说今天和下降升日 不要出现低于7.36的收市位 保理加通道是淡的 RSI STC MACD 好 这只好一点 1好4淡 形势是向淡 不是显着向淡 DMI 正DI 低于-DI 所以是利淡的 所以短期形势是向淡 这只依然是 同样地画个上升通道 给大家看 可以 可以 按多一下 每次都 可能真的要改善 一些 因为画的不太就手 我画了这个 这个 OK 不够高 推并高一点 OK 这个 就是上升通道顶部 那么 现在的支持位 由于这个太低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低位 7.36 太接近 这个7.34 所以我不敢 这么心急 把止损 止损位 或止损位 推上7.34 否则昨天 都是一般的 就是叫企稳 暂时 放在7.34 就是那个 指示位 放在7.34 再看上去 但是 当然 信号未支持我们做的 信号暂时 未支持我们 入市买货的 另外 看一下 这个 MACD 如果 准备 由正数 变为负数 会发出 双红故宫信号 又变为 全部利淡 市分 就变为全部利淡 就不太好了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的港股分析精华短片 想不想看足本版 立刻订阅Benny亮梁业豪YouTube频道 每个交易日 都会重播一段 长进的港股市前分析 和一段港股即市分析的影片 时间是下午4点半 和晚上8点半 如果想第一时间观看 并且在周末和假期都看到 可以帮助各位捕捉最佳进出市时机 令到投资获利变得更轻易的港股 外围股市 外汇 贵金属 债市 楼市 加密货币等投资市场的专业分析 那就要订阅我的PATREON频道 请大家多多支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